记忆宫殿是一种记忆技巧,用于记忆事实、数字或其他一些事物。 比如购物清单,此方法自古有之,也被称为诡计记忆法。 记忆冠军马尔温·瓦洛纽斯凭借此方法,在短短30分钟内便记住了5040个二进制数字的正确排列。 在33秒内就记住了一整幅52张扑克牌。 下面是它的工作原理。 闭上眼睛,想象一些你熟悉的实体空间,比如你的家、学校或者办公室,并将你想要记住的事物图像添加在脑海中。 你要是想记住很多东西,可以使用不同的房间。 想象你始终遵循着一条特定路线,走过该空间的样子。 当你经过时,把想要记住的东西放在特定的位置。 理想情况下,用滑稽或奇怪的方式去想象事物,也有助于记忆。 一旦放置完所有我们想要记住的东西,记忆宫殿就完成了。 如果某天我们回到宫殿里,想要回忆起里面所放置的事物,就得沿路返回。 我们必须集中精力,想象打开了大门,沿着特定的路线前进。 一旦经过了用于放置事物的特定位置,它们就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。 现在让我们试着记住做美式松饼的七种材料。 一,你打开门,看到鞋子旁边有一杯满满的面粉。 二,你走进卧室,在你的床上放着一茶匙发酵粉。 三,客厅里坐着一个巨大的鸡蛋在看电视。 四,电视上放了一杯牛奶。 五,你走进厨房,看到六个茶匙围着一瓶植物油跳舞。 六,你离开了房子,进入花园,但花园里面却装满了甘蔗。 中间是一个打扮得像圆丁的茶匙。 七,你转身去查看浴室,只有半个茶匙和盐在那里。 现在你可以尝试一下,闭上眼睛。 想象一个熟悉的地方,比如你的家。 现在,我们慢慢地列出七个数字。 当你走过该空间时,请将每一个数字放在不同的位置。 让我们出发吧。 三,十四,一,五,九,二,六。 现在重新回到你的宫殿中,然后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你所记住的事物。 顺便说一下,如果你想长时间记忆圆周率或者其他一些东西, 那就别止步于此视频,关掉你的屏幕并开始练习。 毕竟实践才能出真知。 Sprout的视频是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布的。 因此,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、编辑和播放我们的视频。 但仅限个人用途。 公立学校、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也可将我们的视频用于培训、在线教学或设计新课程。 为了帮助我们确保独立性并支持我们开展工作, 您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者并进行捐助。 有关详情请访问patreon.com.supports。 即使是亿美元,也能物有所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